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修正草案内容 目的是希望提升投资人的保障 但是部分金融业者认为 其中复杂的高风险投资商品 必须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未必具有专业的考量 同时他们还主张违规条文部分 应该要建立明确的标准 行政院20号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 未来消费者的权益渴望被扩大保护 不过银行业者认为主管机关应该更加落实 金融商品的把关责任 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业者 很多的董事不是学金融出身的 那是不是能够真的进到所谓保护这个消费者 对于一个金融商品有没有 你这个主管机关你到底有没有责任 你把这样子的责任 如果丢到一个银行的董事会的话 制度的设计上头 它是必须要重新评估的 此外针对建立团体平易制度 银行业者表示 因为在升起平易范围内 现行法规秉除了投资表现定价策略 以及债务协商三个部分 因此在同一个个案中 出现20个人以上的受害者 机会是微乎其微 至于对于金融业者 因故意而导致消费者的损害 违反规定的评定标准究竟为何 业者也相当质疑 虽然银行业者对此次法规的修订 大感不解 不过学者倒是肯定 金保法的通过 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帮助 尤其是对金融商品较不熟悉的投资人 未来金保法正式上路后 除了政府和金融业者协力替消费者把关外 消费者在投资前也要自己睁大眼睛仔细比较 UDN TV 陈一华新美食报道